你開一個新的檔案 對不對 開好了 然後 這個 這邊是用400嘛對不對 好 確定我現在是背景一個黑色 那你看到他這邊有寫喔 他寫很快啦 新增一個塗層 隨便框出一個白色區域 所以 你在這邊 我剛有看同學是有的沒有新增一個塗層 新增塗層 然後你就隨便框一個範圍囉 隨便你拿 不過有一個前提 裡面要填顏色 我現在選好了 如果你沒有填顏色來這邊 直接用那個什麼濾鏡 他告訴你說不行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空白的 這是空白的 那所以你把它填一個 白色進來 我現在填了白色的那你再來做 剛剛這個 演算上色 所以你要產生的雲的那種 雲狀的效果 現在濾鏡裡面就有了 好濾鏡裡面就有了 你可以試看看 有沒有 好了之後 這邊 他是不是說套用一個 濾鏡裡面模糊 有一個動態模糊 不過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地方你的那個什麼 選取區如果沒有取消選取的話 你套的範圍就在這裡而已 他就不會跑出去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把它先取消選取 然後到濾鏡 模糊 動態模糊 好那這個方向就你可以自己決定 看你要哪個方向還是你要水平 程度 由你自己這邊來決定 其實你模糊的越多 那等一下那個 金狀 就是 深度就比較沒那麼深 那你可以試試看看 好了之後 這邊 接下來是不是做這個 你會發現都在用濾鏡有沒有 濾鏡然後你到濾鏡裡面的 扭曲 玻璃效果 那在這裡有一個是翻譯的問題 你這邊看到這個 扭曲裡面 其實他裡面有這些效果 你如果去 再按別的這邊是另外的 就不是他用玻璃效果的 玻璃效果屬性是在右手邊 在右手邊 你看他這裡有微晶體 那 如果你需要他扭曲多一點 這個你就 調大一點 我現在因為這個比較小 所以你會覺得 比較看不出來 那我把它變大一點 好你確定 有沒有 這樣OK嗎 好你不一定要做跟他一樣 因為其實說真的也沒辦法做跟他一樣 因為那個每次 算都不同 因為你框卷的範圍不一樣 跟前面做那個雲狀 雲狀他那個 你有發現他沒有給你那個對曜方塊 給用 所以那他 他那個是隨機的 所以你要做的跟雲跟他一模一樣 也很難 好 好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先看看你現在做的喔 好現在把這個字 點到他 你就打進來 其實每個人做的都會不一樣 所以你也不要 想說 我要做 一定要做怎樣 對啊 這個字你要選 稍微粗一點的 效果會比較好 效果會比較好 好那 像這邊啊 那我就把這個調大一點 如果你覺得不夠大反正你在這邊 再做調整 好 OK 好了 我現在一個字OK了 那麼這個字 他原本是不是文字圖層 所以可以改 那你要怎麼 改變呢 在上面 按右鍵 有沒有叫點正化 文字 那麼這個 圖你看喔 我點下去有沒有發現變成一般圖層了 他就沒有那個T的 好這個之前我們沒有特別講過喔 那所以 你在這邊剛好可以用到 好所以 這個 上面所寫的 這個意思 把它 點正化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他上面有提到 好那我後面都給你再繼續做下去囉 後面這邊 原則上都是利用什麼 那個樣式 嘿我們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一個那個樣式的面板 樣式的家 對吧 以前我們去 用過那個拼圖啦什麼的 不是在這邊嗎 好那這裡有什麼玻璃 按鈕的效果啦 你如果有興趣你可以把它加進去裡面看看 有沒有 點下去他就有那個效果 那 這個當然他有 做修正給你 先試看看來 因為在這邊你沒有辦法按鈕鍵另存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從這邊這樣另存也可以啊 這樣子整個全部抓下來 好那另外就是我們有抓 講過那個抓圖的嘛 你可以這樣那我已經把它抓下來你看一下 你抓完之後 你另存之後 都會有一個 網頁 跟一個 資料夾 對不對 所以你點進去 就在裡面啊 就在這裡 所以其實 這樣還是可以拿來用 我還是可以拿來用OK嗎 他有順便交代一下你以後要做這種圖 就是怎麼樣 隨便找一張然後濾鏡什麼 有沒有 你說不要用這一張你可以找另外的 其實一般像這個就是把它拿來做什麼 做那個反射貼圖 一般我們把這個叫反射貼圖 就金屬的光芒有沒有 像金屬的光芒都會喜歡用這一種的 因為你找到一張合適的你 把它弄進去 那他就會反射把那個 周遭環境反射在他的 那個亮面上面 反射在那個亮面上面 那 你這個 地方 我剛剛已經做到這邊了對不對 那你要幫他加上這個文字效果怎麼加 他有做了好幾個 你看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點到他 是不是從這邊加也可以 他說暗誘 暗誘鍵嘛 有一個 混合選項對不對 這個其實就從這邊啦 跟這個一樣 有沒有看到混合選項 你從這邊他加了陰影 外光暈又有一個斜角跟浮雕 那你先隨便開一個 把你要的 把你要的通通打勾 打勾 有沒有做好了 這樣OK啦 所以剛剛他那邊做的指的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做的123 數值你就自己慢慢微調就好了 看看 要不要跟他一樣 曲線我們好像用過有沒有 曲線 這個先把它確定 你把這個OK之後 當然這樣也是可以 可是缺點就是說 他的那個亮面不是很 就是亮面跟暗面沒有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利用的是這個 影像裡面的調整 這個叫曲線 當然其實你也可以用另外一個 哪一個 用我們那個 調整圖層有沒有 調整圖層是比較有彈性的 會比較有彈性 好 在這邊 這個拉高 會有什麼情形 這個拉低 有差嗎 關掉 這邊 這個曲線 這個效果好像沒有很明顯吧 因為那個已經不是 這表示你的空間真的是少很多的 都真的都填滿了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這個曲線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做 不過 不過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這樣做 會影響到整張 你看喔 如果我這樣做有沒有影響到整張 對不對 但是這不是我要結果 我是不是影響到字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字選起來 那字選起來怎麼辦 Ctrl按著 我是要選到字的內容 Ctrl按著點到圖層的縮圖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內容 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 Ctrl按著點 圖層縮圖 或者你在縮圖上按右鍵 選取圖層透明度 這都一樣 都一樣的 那你有了範圍之後 再來增加 這個曲線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就自動 幫我們增加圖層折射片了 就只有這個範圍會受到影響 那這樣你再調整 這邊效果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很明顯了 有沒有發現 好 所以你要用這種方式才不會影響到其他圖層 好所以你你參考一下因為我覺得剛剛從這邊看 效果不是很好 好那麼 你接下來這個調整完了 往下是 他說把它拖到剛剛那個層的上面對不對 我們把它試看看 你把這一張 我有放在這裡的有一個反射圖這邊 我們退回這條甲 你可以把這一張丟進來 你自己定存也可以啦 那現在這個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他這一張我不確定為什麼他 變成用GIF 你用GIF 你有發現 他跟別人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一般打開這個 都是RGB然後後面是8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他用GIF後面就要鎖影 有發現不一樣 因為GIF 最多幾個顏色 256最少呢 兩個 沒有沒有 因為 最早就0跟1嘛 小某五 黑白或者是 就是兩個顏色這樣子 最少兩個顏色 好那所以說這個 能不能直接拿用 不行 你要丟過去也不行 你這樣丟過來 他會 應該不是說不行 就算 你有丟過來他也會自動幫你轉 那麼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他上面其實有提到啦 就是你要把這個轉為RGB有沒有 因為這一張他已經把它弄成 如果本身你自己是RGB都沒有問題 我們拖來拖去都OK 好所以 你這個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拿的是這種 不是RGB的圖 到這邊影像模式 有沒有發現這裡可以改 點一下 現在是變RGB的 這個時候你的背景 拉過來 就可以很順利的過來 就是插在這樣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OK嗎 那等一下呢這個拖過來之後 你要影響的範圍 是不是只有在字的而已 只有這個字 是不是要影響到這個字 後面這個底圖不要受影響嘛 所以說我的範圍是不是要跟剛剛一樣 按住Ctrl 點到文字的這個縮圖 有沒有發現只有這裡 OK吼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這邊的 Ctrl加左鍵對不對 那 你就可以利用遮瑟片把它遮進來 利用遮瑟片的方式 只顯示在那邊 遮瑟片是不是在這裡 有沒有 那等一下我們再做其他調整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他就說這樣套進去就好 其實 那個混色模式還是要變一下 你如果沒有變我們剛剛這樣直接下去 其實你看到的 應該不是這樣子 應該不會跟他一樣 你看到的可能是這樣直接疊進去的對不對 好那所以 你這個進去之後你 透過這個混色模式稍微幫他調整一下 好像我剛剛是用綠色的 然後把那個什麼 把透明度你如果要強一點 你可以發現我這樣強一點 是不是這邊 就都看得到 會有一些反光的那種 顏色 那如果你少一點 他就越接近什麼 你原本的 因為我現在是放在他上面 對不對 我放在他上面所以就會受到影響 這樣OK嗎 好那你如果拿到下面來這個應該也是 效果可能就沒那麼多啦 因為那個綠色又被這個地方稍微弄掉了 你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看看這個在下面 效果也還OK啊 你看要把關掉有沒有 這邊你注意一下旁邊這裡 打開 是你這邊就比較看得到旁邊好像金屬反射那種感覺 可以嗎 好所以你也可以考慮你可以看看到底你覺得 上面比較OK 上面的這邊就沒那麼明顯對不對 這邊比較弱那 下面你把它放在下面 比較明顯為什麼 因為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有沒有調整曲線 那你調整曲線之後 按著你看 這個曲線 你再看一下 到底曲線他代表什麼意思 來 做個十字 這樣 拉下來 這樣拉過來 這樣應該就看得很清楚 你 你原本的圖是不是應該這樣上去 對不對 本來我在這邊 你下面這個就是 正常的 他圓圖 圓圖是這樣子 圓圖本來這個顏色 應該是不是要對應到這個顏色來 結果有 原本比較暗的 有沒有一拉高之後就變成 對到比較亮一點點的 所以他原本 這個地方亮的會變得更 亮一點點 那相對的 在這個地方的 他等於顛倒過來 原本比較亮的 這邊 過來之後 本來應該是對應到跟他一樣的 結果這邊過來是變比較暗 會變得比較暗一點 就剛好顛倒 剛好顛倒過來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在這邊如果說你要像他說最後的步驟 可以再加上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的話 那就看你 你如果說你要影響到全部的話 你可以 回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增加一個圖層 增加一個圖層 那麼 漸層工具很久沒用了吧 你不覺得 其實走到哪裡都一樣嗎 反正 只要是影像主義的 都會有什麼 甜色啦 漸層啦 這都會有 那你找一下 找這種 白色到透明的 有沒有 你就記得我們在Fish做那個反光 昨天在做 昨天還前天做那個反光 我們是用那個有沒有 白色 三個都 點都白色 但是用R把 調整透明度 嘿用這個 好 但是我不要線性的喔 我要什麼 放射狀的 因為反光點是 亮點嘛 所以是放射狀的 好那你就在這個地方 你要的地方 一拉 這樣太大 這樣太大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什麼 如果你不想再調整 你就利用透明度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也是可以 好那如果你不滿意的 你就重新再畫一個 你的這個範圍越小 反光點是不是越小 等一下 這一層我先丟掉 我再畫一層 你就看你大概要哪裡 反光你就 畫在那邊就好了 那這樣反光點就比較小 好 好那我把畫面還給你囉 這樣是比較簡單 很高尾 我先放在那邊